大家好,苹果营养丰富,对身体的好处非常多 苹果也有着水果之王的美称 独话说,一天一个苹果,一生远离我 今天用苹果和红枣给大家分享一道美食 这也是农村老奶奶教我的土方法 一起来看一下详细做法吧 把苹果放进盆里 红枣也放入盆里 里面加入一把枸杞 枸杞不用太多,20粒左右 将里面放入一勺食盐 再倒入多一点的清水 把苹果和红枣、枸杞 认真仔细地清洗干净 其实红枣也是一种非常养生的食材 老伴人常说,日食三枣,人过四食不显老 红枣里面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适当的时候可以吃一些红枣 都清洗干净以后,放在案板上 把苹果切开 里面的盒没有什么价值 直接切下来就可以了 把苹果切成半公分左右的片 放进砂锅里 把红枣倒入锅里 根据家里的人士 将里面加入清水 放入五六块冰糖 盖盖把水烧开 开始的时候用大火 水开之后就可以转成中火 炖煮二十分钟 炖煮的时间差不多了 打开盖 把枸杞下入锅中 搅拌均匀 再继续炖煮两分钟 枸杞子不易煮的时间太久 那样营养成分就会流失 盖盖炖煮两分钟即可 现在我们一道非常养生的 苹果红枣汤就做好了 闻着有苹果的香味 还有红枣的枣香味 喝起来口感微甜 如果不喜欢吃凉苹果的朋友 可以用苹果来煮水喝 这样既好喝 营养也好 对于有经常熬夜的朋友 也可以用苹果红枣煮水喝 这样对我们身体也有很多好处 我也会三天两头 给家人煮上一锅 让家人都喝上一碗 不仅好喝 还暖心暖胃 喜欢的朋友 赶紧收藏起来试做吧 今天视频就到这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